下面呢我们介绍的是关于混凝土的施工技术 混凝土施工技术呢一定记住 这里边虽然在桥梁这个章节写的 但是呢不是说一定这个知识就在桥梁这个章节考出来 水池啊车站啊管廊啊 也完全可以考出这个关于混凝土的这些相关知识 而且考试尤其是我们的二件经常考 有人说我们一件你提二件干什么 二件有的时候是一件考试的一个风向标 是个先锋 他考成熟了我们一件也会跟着考 但是呢内容不一定完全一样 但是在这个领域混凝土这领域肯定会跟进的 第一个混凝土的什么抗压强度 在进行混凝土强度适配和质量平定时 混凝土抗压强度 注意应该以边长为150毫米的立方体标准试件进行测定 一定要记住是150毫米立方体的标准试件进行测定 这里边大家要知道除了我们的抗压强度 还有抗晒 咱们得知道用什么进行测定 后面我们有介绍 后面呢对于关于现行国家标准 就是混凝土强度检验平定标准 这个规范中规定了平定混凝土强度的这个方法 这是纯选择 你不用去说这概念到底怎么一回事 包括标准差已知统计法 标准差未知统计法 以及非统计法这三种一定记住 有很多的这些知识点 千万不要说把它啊 你拿过来啊 去摆渡一下什么叫标准差呀 什么标准差已知 标准差未知啊 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没有实际意义 它就是这三种 当考试的时候你把它写出来挑出来 其实真的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放在这啊 把这个说你就别摆渡了 咱们都要求不去摆渡这些 特别的抽象另类的概念 跟考试无关 这就是关于混凝土抗压式块啊 150×150×150的 当然啊 沙江那种小吃块 100 100 100的啊 也有正常的混凝土的标准的 抗压式块啊 150×150×150的 这是什么呢 注意啊 这是关于混凝土的抗渗式块 那混凝土的抗渗式块 这个在水池那个章节就会设计 那抗渗式块 它是什么呢 是185 175 150高啊 是这种排体的啊 抗渗式块 上口直径 175 下口直径185 高150啊 当然这个还有呢 是什么呢 我们混凝土的抗折啊 这个式块 这个呢 其实在考试的时候呢 很难出现 过去很早很早 这个道路这个章节啊 二件啊 道路章节有 它的那抗折式块标准的 150×150×600 或者550的啊 这种棱形 大家注意啊 这个不去管它 你就知道 真正的可能还出现的 抗渗式块 这个考试 倒是有可能考出来 至于抗折式块 现在不用去管它了 后面是关于混凝土原材料 这混凝土原材料 不用去记 你不至于说 哎呀 我是一个市政的小白 我在真正的毕业之后 也不是这领域的 但是我恰巧能考这建造师 好吗 混凝土都有什么 混凝土里边有水泥 有粗细骨料 就是沙子石子 有矿物掺和料 有外加剂 有水 你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 考试他也不考 好了 另外呢 就是配置高墙混凝土的 矿物掺和料 可选用优质的 什么我们的粉煤灰 磨细的矿渣粉 硅粉和磨细的天然废石粉 这个在2021年考试考到 也就是什么呢 考一考你选择题 也并不是我们重要的考点 直接选 跟这石子的关系没有 它不是 旁润土不是 剩下我们的真正的配置高墙混凝土 用什么 另外外加剂这块 你要知道不用去背 真正在平时写的时候 外加剂都有什么 你大概脑子得清楚 将来去写 自个写 说我随便写一写 别写真正的 常见的外加剂都没有的 什么减水剂 早墙剂 缓凝剂 隐气剂 膨胀剂 防水剂 蹦送剂 等等 这个咱们脑子里要有这印象 也就是说在写案例的时候 我哪怕就是瞎写 我写出这个得感觉比较专业 明明加减水剂 你写的膨胀剂 没关系 它最起码是专业名词 别写的 人家谁谁都没听见过 专家都不知道你写的什么 这个就不好了 好 作为混凝土 原材料也并不是我们的考试的考点 真正的考试是什么呢 混凝土的施工 混凝土的施工 那是能够进行按例题考核的 混凝土施工包括那个原材料的计量 混凝土的搅拌 这个考试考不到 什么呢 运输 胶筑 养护 这些是真正考试能够涉及到的 但是呢 关于混凝土这原材料计量 咱们要清楚一点 什么呢 就是对于骨料 沙子石子 那含水率的检测 每一工作班 不得少于一次 与其施工增加测定的次数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沙子石子特别干 跟比较湿 我的加水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得测定的 每班一次与其的石工呢 次数还得多增加 上面的沙石比较干 下面比较湿 你的含水率比较多 那我就半合的时候少加水 混凝土的搅拌运输和胶筑 搅拌这个 混凝土半合物的tallow度 应在搅拌地点和胶筑地点 分别随机取样检测 两个地方 就这个支点 后期也考出来了 如果混凝土的半合物呢 从搅拌机出料起 至我们胶筑入膜时间 不超过15分钟 这时间很短 其tallow度可仅在搅拌地点检测 就这啊 检测完之后 你到胶筑都没超15分钟 好 你这准 这有的时候啊 有人出这题叫瞎出 这个题就不能这么出 你比如随人这句话是这样 结果呢 有人出个模拟题 说啊 把这句话给写出了啊 说这个也是混凝土 半合物从搅拌机出料 到这个入膜时间 不超过15分钟是tallow度 可仅在 一个是什么中途啊 一个是搅拌钳呢 这胡来搅拌钳怎么测tallow度呢 然后呢 紧在搅拌地点呢 然后后边一个交注地点 他这意思这个里边啊 说你可以紧在搅拌地点进行检测 这句话没有排他性 我不在这儿 我直接在交注地点检测tallow度可不可以 任何时候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是这个选择题这么出啊 这叫具有排他性 这个选择题出的 应该说就是不对的啊 那个题出的是有问题 是不对的 但是大家注意啊 没办法 我们如果万一的万一 我们说到这儿啊 万一的万一考试就出现了这种题了 明明不能有排他性的选项出现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老老实实 规规矩矩的依据着教材 你只能说哦我们这个命题人在出这个选择题的时候 出现了失误出现了乌龙 但是你知道他这个选择题的答案一定是依据着教材 这就可以了啊 一直说tallow度tallow度 那tallow度是怎么一回事呢 tallow度啊 大家应该啊自己去看一看啊 这个tallow度 tallow度呢是指混凝土的合一性 什么叫tallow度 你先看这个测定方法 再去啊回头看这个定义 tallow度啊 你比如这个混凝土啊 它是有一定流动性的 但是有的混凝土比较干 有的混凝土比较稀 那么这个混凝土 其实严格来说或者通俗来讲 tallow度这个数值越小啊 证明混凝土越干流动性越差 混凝土tallow度越大证明越稀流动性越好 到底tallow度要大要小啊 这个呢不是说我们一个极端 太小了 那不流动没法蹦踪没法浇注 不行太大了将来浇注完了体积 大规模收缩 那容易产生裂缝那混凝土的强度也是容易出现问题 那这个tallow度是一个什么呢 混凝土tallow度是一个我们的数值 那这个tallow度怎么去测定 把混凝土啊 放在一个tallow度的团里边 这个团呢 类似于拔火团啊 上饭店吃火锅啊 那个传统的火锅店 有那拔火团 下面空的上面空的啊 是一个圆台体 上下空的 下面找一块木板或铁板 你把这往这一放 混凝土往这团里边放 一边放一边用这钢筋来回震倒 让它觅食 等到混凝土满了 跟这个tallow度团是平的时候 你慢慢的把这个tallow度团啊 给它提起来 提起来之后 由于这混凝土没有这个tallow度团的制约 它就慢慢向下摊落 所以叫tallow度啊 那么这个tallow度想一想 如果这个tallow度啊越大 你这么一梁从这个下面啊 这是一个平板这么一梁 tallow度这数值越大 证明混凝土越稀流动性越好 如果这tallow度越小 证明越干流动性越差 好 至于用多大的桶 这也不是考试 咱们能够明白啊 现在回过来 再一看tallow度 哦 不是那么抽象了 希望大家明白 其实呢 对应的tallow度 还有一个呢 叫扩散度 但是现在呢 都不怎么提了 其实扩散度呢 跟tallow度一样 也是这个腿 也是拔起来 但是呢 你的tallow度腿 比如下面 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直径 当你把这个腿拔起来 拔起来之后 是不是没有混凝土的 这个腿的制约 tallow度腿制约 这个呢 整个混凝土 它除了向下落 是不是还向外扩散呀 这个直径也会变大 那么然后呢 你量一量这个直径 比原来大多少 这叫我们的整个扩散度 了解一下 tallow度扩散度 这个不是考试的点 更何况 我们2021年 人家把tallow度也考试考到了 一个桥梁工程 总之 它是需要进行混凝土浇筑 说 空心板 空心板浇筑混凝土施工时 项目部对混凝土的半核物进行了质量控制 分别在混凝土的半核站和预制厂的交注地点 随机取样检测我们混凝土半核物的tallow度 7值分别为A还有B 并对我们tallow度测值进行了平定 它让你指出施工方案四中 这个tallow度值A B的大小关系 这个两个的大小的关系 也就是谁大谁小 也就是说 这个混凝土 在不是A是什么呢 A是我们的搅拌站 而B呢 看这关系啊 它是交注地点 那混凝土从搅拌站运过来 运到交注的地点 那此时 是不是水分必然会有一些蒸发 tallow度呢 必然是有一个减小 但是写的就是关系啊 你不是说必须就得写tallow度A大于B 你这样写tallow度值A大于B 或tallow度值B小于A 它不管是A大于B还是B小于A 都是一回事 两个都写出来 后边还有一个啊 说混凝土质量平定的时候 应该使用哪个数值 那你到底使A还是使B 因为我们交注的时候 是B值 拿着B值交注 那当然用这个B值 就是交注地点 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 混凝土搅拌站 至我们交注地点 它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往往的是 它出厂的这个混凝土 tallow度值 稍稍的大一些 然后呢 预计到交注现场 它tallow度这个数值呢 有一定的损失 会变得小一些 好 这是2021年啊 这个考试考到的 这种数 这种题呢 应该说 但凡我们稍稍的对教材啊 有一些熟悉 或对施工现场有一些了解 这都不是事啊 这也就是说考试的时候 永远会有一种题目的分值 是白送给大家的 好 混凝土的一个运输 混凝土运输呢 呃 这里边说运输过程中 要保持它的均匀性 不能分层离析 如果出现分层离析 应对混凝土办合物 进行二次搅拌 当然运输过程中啊 其实根据我们季节性施工 冬季还要给保温啊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高温呢 考虑整个罐车 那罐体外面浇水降温 这还应该知道 另外什么叫做混凝土的 分层知道离析是什么 离析 前面说了 那混凝土啊 有沙子 有石子 有水泥 有外加剂 什么叫做离析呢 骨肉分离了 石子下沉了 这个时候称之为 我们的离析的现象 好 了解一下啊 如果有离析了 这怎么办呢 进行二次快速搅拌 混凝土 挂车用到 运到时空现场 排着队 在那浇注 往往会出现什么呢 说哎 该这车浇注了 你看那个罐车司机上车 把那整个罐车 开足马力 迅速的快速旋转几圈 哎 就怕在那整个混凝土啊 迈速旋转的过程中 慢慢慢慢有一些离析 好 再进行一个快速搅拌 后面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这个知识点 严离在运输过程中 向混凝土 半合物中加水 倒是啊 我们运输过程中 向里边加水的 不多 都是到浇注地了 准备浇注的时候 发现这混凝土太干了 流动性太差了 往里加水 有啊 这是不允许 考试呢 我们2018年 2020年 二件都在这 考试考出来 后面是关于 预拌混凝土 从搅拌机 卸入搅拌运输车 至卸料的时间 运输时间 不一大于90分钟 这个注意啊 时间呢 别大过去90分钟 一个半小时 如果延长运输时间 采取相应的 有效的技术措施 并通过我们试验 进行验证 这90分钟 是考试选择 不会考案例 而我们第六条 这个支点 尽管二件两年涉及 毕竟我们一件 没有考到 这个一定注意啊 一件考试 是有可能考核到的 看这里边 说18年二件啊 当时考试考到的 说某公司啊 一向城市污水处理厂 啊 你看污水处理厂 它不也是 焦筑混凝土吗 这里边啊 调续池底板 池壁分两次焦筑 啊 然后事件三 池壁混凝土焦筑过程中 有一辆商品混凝土运输车 因为交通堵塞 混凝土运至现场的时间太长了 特勒度损失比较大 泵车泵送都比较困难 施工员安排工人向混凝土运输 罐体内直接加水后完成了交注工作 好了 你看一看 在这里边 它让你直接加水完成了这个交注工作 这肯定不对的 其实呢 2020年 咱们前面在导学课当中介绍 那个挡土墙是不是也有这个支点 都是不能这么去做的 后边为了保证调蓄池混凝土的施工质量 施工单位加强了混凝土的 焦筑和养护等各环节控制 以确保实现设计的使用功能 那么后边人家也问了 说施工单位除了混凝土的焦筑和养护控制 还应该从哪些环节加以控制 确保混凝土的质量 上面呢 就是加水不对 是否正确应该如何处理 注意啊 加水这个问题我们强调过 肯定是不对 那不能加水 明明那混凝土运到现场时间太长了 注意时间长是水分蒸发 水分蒸发不能加水加什么 加减水剂 减水剂就是水 虽然少了 混凝土的流动性依然存在 这就是减水剂的一个作用 减水剂的一个目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 减水剂大家注意啊 是正解 但是考试的时候我们一直说 这要遵循的考试规则 潜规则你就是加水 潜规则就是加减水剂 但是这个不是漏浆 按道理不能加同配比水泥浆 但是考试你写同配比水泥沙浆 即便案例背景中没有这个采分点 他会不会扣你分不会 但是万一他要案例背景写的不是特别的严谨 那么你这个时候写再加个同配比水泥浆 你会多得分 所以说考试不是较真儿的地方 考试有一个原则叫多写 并不扣你分 所以说加同配比水泥浆或原水灰比的水泥浆 或参加减水剂 这个减水剂原配比的原水灰比的水泥浆 好居然是我们的采分点 这里边他作为采分点合理吗 不合理 但是呢考试就是这样 所以说给我们一个重重的耳光 不是说你真正的去考试 考你的现场怎么做的 你现场做的很多的是潜规则 不是考我们标完全标准规范 因为那是规则 考试遵循考试规则 一定得掌握好 这个点我们讲过 当然另外一个支持点 就是施工单位除了混凝土的 胶筑养护 半核运输 我们的镇倒等等 比如应该从原材料的配比 搅拌运输 镇倒 这些环节 总之混凝土的这一个整个流程 它这里边只是一个胶筑养护 我们就给它细化吧 这个是关于一种补充的提醒 虽然不是在教材中的一句话 但是一个混凝土施工的一个常识 咱们还是要清楚 2018年另外的一个题目 阿里斯 是关于这个装机的 装机的在这里边呢 说我们的做装机 关于混凝土 灌注装的混凝土强度是C25 好 然后呢 上面混凝土到达现场后 施工人员通过在导管内安放隔水球 导管顶部放置储挥斗这些措施 灌注了手冠混凝土 经测量导管埋入混凝土的深度是多少呢 是2米 然后呢 他问你 我们混凝土灌注前 项目部质检员 对到达现场的 商民混凝土应做哪些工作 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 就是这个点在2020年二建 我们导学课也介绍了 在2020年二建的那个党 关于党土墙 其实也有这个相关的考点 应该做什么 除了要查看混凝土的出厂时间 到厂时间 混凝土外观 是不是还要查验他的配比 开盘鉴定 还要干什么呢 测试他的灌度流至室块 好 这些工作 查混凝土的开盘鉴定 查他的出厂时间 到厂时间 混凝土外观 测试混凝土灌度 还流至混凝土的室块 采分点是这些 这些点在教材上有吗 没有 是不是施工中的常识 太常识了 所以说真正考试 有很多的点考出来 你都觉得 虽然书上没有 但是你并不会觉得特别陌生 好 这就是典型的代表性的题目 接着去看 后面混凝土的浇注了 关于混凝土浇注 浇注前的检查重点内容 这叫什么呢 关于浇注前检查 应该检查磨板支架的承载力 刚度稳定性 好 这第一个检查磨板支架的承载力 刚度稳定性 检查我们钢筋局预埋件的位置规格 并做好记录 其实如果结合阿力背景有个图 什么穿枪管 这些也是需要进行检查的 后面就是关于混凝土浇注 这是什么呢 这是施工缝 施工缝怎么做 这里边 在原混凝土面上浇注新的混凝土的时候 相接面应该给它进行凿毛并清理干净 表面湿润但不得有积水 好了 凿毛清理湿润 其实再加上两个字叫铺浆 就是真正的在原混凝土面上浇注新混凝土 往往需要作为施工缝 在原混凝土面上还要铺一层 与带浇注混凝土等级相同的水泥沙浆 好 所以施工缝考试考过太多次 真正的采坟点围绕凿毛清理湿润铺浆 这几个 好 关于后面混凝土的浇注 这个关于混凝土的浇注 这里边 第四 混凝土的运输浇注及间歇的全部时间 不应超过混凝土的出凝时间 你不能说混凝土出凝了 这个是浇注 并应在底层混凝土出凝之前 将上一层混凝土浇注完毕 这是关于混凝土分层浇注的另外一个重点 道路 道路关于水泥混凝土道路分层浇注 也有这个要求 因为分层浇注不是这流失工缝 所以你必须应该在底层混凝土出凝之前 就把上面那混凝土给它浇注完毕 另外采用震导器震导混凝土的时候 每一阵点的延续的时间 这里边考试选择题考过 这也是震导重要的点 应该以混凝土表面呈现浮浇 不出现气泡和不再沉落为准 那么也就震导器进行震导的时候 你得表面的浇得出来 但是混凝土不再出气泡 不再往下沉 你要再震就是过震 如果还出着气泡 你不震了 这叫露震了 下面气体没出来 这就是关于整个混凝土浇注 浇注泵送混凝土 这就是汽车泵 这是我们的地泵 对应地泵那种也称之为天泵 一般的情况 在结构施工 房间往往都是配这种汽车泵 也就是地泵 施政工程不固定 往往都是这种咱们的汽车泵 什么叫做出凝啊 什么叫中凝啊 出凝从水泥加水半合起 至水泥将开始失去塑性 所需的这个时间 这就是我们的出凝时间 那什么叫中凝时间呢 从我们水泥加水半合起 至水泥将完全失去塑性 开始这个产生强度所需的这个时间 出凝时间 中凝时间 咱们得能够知道 一般普通混凝土的出凝时间呢 一般的不能早于啊 不能早于四十五分钟 你运输过程呢 还有啊 即便特殊混凝土 一般的啊 是出外 一般不能啊 就是这个混凝土的出凝时间 不得早于四十五分钟 那一般呢 是多长时间呢 一到三个小时 而我们中凝时间呢 不得迟于多少呢 是十二个小时啊 一般就是五到八个小时 这就是分层浇注啊 大家知道 这是下边浇注这层的混凝土 那跟上面这儿不能啊 虽然分层浇 但是不能形成十五分 所以振导棒 需要插入到下层混凝土当中一部分 那在这个振导的时候 下边已经出凝了 那你怎么让它形成整体 就没法形成整体 好 后面是关于混凝土的养护 混凝土的养护 一般就是围绕着焦注岩 保湿养护啊 如果温度过低 保温养护 这里边呢 基本上就跟我们前面道路 相差无几 差不多 水池的章节在2017年 涉及到我们的养护出现案例 但是呢 基本上围绕着保湿养护 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温度过低 涉及到保温 呃养护啊 这里边需要注意 就是采用呢 涂刷薄膜养护剂养护的时候 就是直接养护剂 让混凝土里边的这个水 别出来啊 在里边对混凝土 本身是个养护 一般呢 是薄膜养护剂养护 那你这个养护剂 应该通过实验确定 并制定我们操作工艺 采用如果是塑料薄膜 覆盖养护的时候 应该在混凝土浇注完整后 及时覆盖严密 保证什么呢 保证你膜内有足够的凝结水 你因为覆盖一个薄膜 让这个整个混凝土里边蒸发出来的这水 不能挥发到空气中 直接落到混凝土面上 所以说得让薄膜这有凝结水 还有气温低于5度 应该采取保温措施 不得对混凝土再进行洒水了 这跟道路一样 好 这就是整个覆盖 这就是什么呢 涂刷养护剂 这是什么呢 薄膜 薄膜你得密封好了 混凝土 你看大底板特别厚 温度高 里边水蒸发出来 直接在这一个大棚的原理 还落回去 当然其他的养护呢 正常的就是什么呢 一般是上面覆盖 麻袋 草袋 草莲 向上面洒水 保持湿润 这种养护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节 咱们这个课程呢 介绍的桥梁 一个是钢筋 一个是混凝土 前面说了 钢筋基本上就是选择题的烤点 但是呢 要注意的什么呢 材料的检查验收 还有钢筋的隐蔽工程啊 还有关于我们的主工项目 以及可以延伸出来的 比如说那个电块 对应着漏金 混凝土 这个搅拌 运输 检查 测定特务度 胶筑震导 养护 这些内容都是可以出案例题 而且再强调一下 它可不是说就在桥梁这出 它可以在桥梁这个里边出 在我们的水池车站 综合管廊都可以出 所以说混凝土 当然是重点的 按理题的考点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 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对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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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